2020竹山三对三正掌杯篮球赛 在竹山公园篮球场准时开打 这一次共有250人主队参加 活动热闹非凡 主办单位表示 今年新加入的高中青年组 战况最为激烈 报名人数也是各组之冠 2020竹山三对三 第四届正掌杯篮球赛 在竹山公园篮球场准时开打 比赛共有七个组别 而今年新加入的高中青年组 战况最为激烈 报名人数也是各组之冠 球场上球员无不使出浑身减速 全力以赴 不仅达到以球会有目的 也让在场民众热血沸腾 圣长陈多姆表示 教育向下扎根很重要 运动从小培养更该如此 一般人觉得打篮球 就是要有很好技巧以及体能 但其中展现的团体精神 却常被忽略 透过篮球运动提升自我体能 亦可强化人际互动 在平板手机充实的现代社会下 更能够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以球会友 培养运动的习惯及基属 在我们的树山公园里面 今天虽然是阳光高照 非常的棒 总共有214位的人 总共有53组的人员参加 今年的西树组里面的话 最小的年纪只有7岁而已 哇 这么小的年纪就想做运动 在这边的话 也鼓励我们这一些 我们的爱好篮球比赛的朋友 继续推动你的篮球运动 那我们今将在我们的中和活动中心附近 也在开闭两场的一个风雨球场 让这喜爱篮球的好朋友们 都能够在好天气 以及下雨天 都能够得到一个适当的运动 医员蔡孟儿表示 今年比赛吸引到许多人来参加 可见篮球运动受到大家的喜爱 她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运动强生 让身体更健康 观察肯定有很多我们的年轻朋友 也有亲子族来来参加 可以说借由这次的比赛 让我们亲子之间感情能够更加的融洽 也要借这个机会 来让我们亲子的互动更加的良好 我们很感谢我们竹山政公所 可以伴依到这段活动 让我们竹山可以说 老老少少一起动起来 也希望说祝福他们今天的比赛能够圆满成功 参赛的民众表示 比赛是检视自己功力的时候 胜败固然重要 但重要的是团队精神的展现 以及尽力完成比赛热度 话语中充分展现运动家的精神 我觉得这种比赛很有意义 因为就是给我们这些三班组 大家一起来运动 这种感觉就是大家 打球流汗那种感觉真的很快乐 我们就是认识一些各行各业的好朋友 一起来这边打球 这次的比赛我是觉得很好玩 然后之前也有练习 三对三 教练也都有教我们技巧在哪里 学到团队合作 然后还有默契 还有练习的重要 特别亲子组也是赛场上的一大焦点 组队相当弹性 可以是一个大人搭配两个小孩 或是父母亲加上一个小宝贝 主要是要让平常忙碌的家长 带着小孩一起运动流汗培养感情 这次有不少是家长带着孩子来打斗牛 让大家看见家长的活力与亲子的默契 使活动增添不少趣味性 记者蔡世琪主战正采访报道